好 另外一个历史建筑物是彰化的八卦山大佛 难道被隔离了吗 因为大佛最近正在进行整修工程 基地四周都搭起围篱 阴架防坠网遮住了大佛全身 被民众拍下施工画面 po文佛祖放假休息中 信众请自主应变 网友看了也纷纷哭嗽回应 说大佛是不是接触到太多游客 所以被匡列隔离 还要信众们最近要自求多福了 八卦山大佛怎么了 之前看大佛佛像庄严 坐在四公尺高莲花座上 是彰化著名的历史建筑 但近日来看怎么成了大佛点阵图 原来是进行修复工程 基地四周搭起围篱 阴架防坠网遮住大佛全身 这画面被网友po上网 网友写了标题 佛祖放假休息中 信众请自主应变 立刻引起广大回响 有人说大佛接触人群太多 前阵子被匡列 之后直接隔离到现在 大佛钢弹维修中 辛苦佛祖终于可以放年假 不过也有人忍不住担忧 大佛被隔离中 今年彰化渴望放台风假 要自求多福了 在地人也是第一次看到大佛被遮了起来 校说真的很像隔离 61年前落成的八卦三大佛 是彰化县的精神地标 更是彰化人的共同回忆 文化部补助经费 先付编列整修 共计3100万进行修复 预计今年12月底前完工 只是刚好在疫情期间 大佛类隔离梗也被说超有创意 谢谢大佛帽 中央报道